欧盟15号公布成员国捐赠疫苗名单 其中包含了台湾 而捐赠者是斯洛伐克数量1万剂 欧盟也表示成员国已经捐赠超过了300万剂的疫苗给世界各国 而欧盟最高负担75%的运费 其中斯洛伐克捐赠疫苗给台湾 那他也是继立陶宛之后 第二个向台湾捐赠疫苗的欧盟成员国 其实去年疫情严重的时候 台湾前后合计一共捐赠了70万个口罩给斯洛伐克 其中40万片是由中央提供 而另外30万片则是 今驻斯洛伐克代表李南洋的联系之下 高雄市政府捐赠给布拉蒂斯拉瓦省的 而其实斯洛伐克和台湾的民间也互动热络 再加上斯洛伐克的历史背景 和捷克一样抵制中共强权 那在去年8月份 捷克议长维德奇访台之后 还立刻面临中共的施压 遭到中方的恐吓 斯洛伐克总统卡普托娃 马上发推特公开的表示 无法接受 为捷克发声 那也表示斯洛伐克将和捷克站在一起